半年已过 再坚持半年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可一年的时间 又是一道坎 能不能迈过去 就看林明的造化了 在两个灰衣老者对话的时候 龙尊的声音悠悠传来 一年之期 如约而至 就在这一天 照着林明的混员中 突然开始微微震颤起来 这种震颤引起了鸿蒙之气的躁动 身处其中的林明 顿时感到鸿蒙之气激荡起来 压力皱泽 原本鸿蒙之气 只是随意的存在于虚空中 并不会压在林明身上 可现在却不一样了 这些鸿蒙之气 如同海巢一般 一波波冲击着林明的身体 让他肉身都近乎崩裂 咔咔咔咔 林明的膝盖病骨 发生轻微的响声 几乎要被压碎 这样的压力 连带着林明的精神之海 都掀起了风暴 林明意念一动 鸿蒙占领呼啸而出 直接把精神之海的风暴 给镇压了下来 与此同时 在林明背后 一颗黑色的圆珠 缓缓升起 悬浮于林明头顶 滴溜溜旋转着 这正是林明修炼出来的 混动种子 混动和鸿蒙之气 有相似之处 都是沉重到不可想象 吸收一切物质 有混动种子镇压 林明承受的压力 顿时减轻许多 可与此同时 林明的体力消耗 也大大增加 混元之门上的时刻 又变化了 林明眼睛一亮 他发现 混元之门上的时刻 浮现出了一句句 功法口诀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人像 这些人像摆出种种姿势 每个姿势都蕴含 大道神韵 周围又法则流转 这 这是混元天尊的武道传承 一年时间后 混元之门上 已经不单单是鸿蒙天道 而是演化出混元天尊的武道传承 林明压下心中的激动 迫不及待的看下去 他的记忆力在这一刻 达到了可怕的程度 每一幅图像出现 都只存在几夕的时间 而其中蕴含了种种复杂的咒印 永长的心法口诀 种种奇妙的招式 可这些东西 林明都是瞬间记住 过目不忘 不但如此 林明心中还会对此形成一个初步的领悟 只待慢慢惊言 不知不觉 林明进入了顿悟状态 而且是长久的顿悟 这种状态可遇而不可求 一幅又一幅图 混元无意保罗万象 林明在混元之门上 看到了血色莲花的绽放 那血色莲花蕴含种种玄妙 让人看一眼 便不自觉沉浸其中 在血色莲花上 有天神天魔的虚影 在他们当中 还有一个远古时代的人类 这才是完整的混元武艺 天魔 天神 天人 三者何一 林明之前学的 不过是天魔武艺罢了 原来这混元之门 其实就是混元武艺的预解 混元天尊以精士的手段 把代表了自己毕生所学精华的混元武艺 刻在了一块顶级的混沌石刻上 这种手段让人叹为观止 也只有混元天尊 在鸿蒙天道的造诣达到登峰造极 才能拥有如此精士的手段 修炼无岁月 身处混元殿中的林明 已经不知时间流逝 唯一能见证时间变化的 那就是在混元中内 压力不断增加的鸿蒙之气 然而林明自己也在不断的变强 他对鸿蒙天道的理解 也在不断加深 任凭鸿蒙之气压力如何增加 林明却始终如同一口鼓中一般 不可动摇 在林明头顶 混动种子依旧在旋转 在他背后携身之术虚影 若隐若现 林明如今四可学习着混元天尊 遗留的所有传承 不知岁月 不知疲惫 不知不觉间 他的修为早已经达到了 神海后期绝顶 向着神变境买进 神海 神变 神军 每个境界都只有三个小境界 合起来就是化神九变 林明完全进入了忘我状态 又过了不知多久 混元中内的鸿蒙之间 浓度达到了极致 至此每一寸空间都添充了比万丈高山更恐怖的重量 这就好比一个人全身浸在万丈深的水银中 那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哪怕林明有混动种子 邪神之术 双重镇压 又精通鸿蒙天道 他的皮肉也在巨大的压力下慢慢浸裂 一丝丝鲜血流了出来 感受到身体的碎裂 林明却没有丝毫表情变化 鸿蒙之气 是混元武艺的基础 既然压碎了我的皮肉 好 那就真正进入我的身体吧 那一刻 林明做出了一个疯狂的举动 他引入了一丝鸿蒙之气 把他封入自己体内 沉重的物质在人体之外 已经会造成极大压力 进入人体之后 对肉身的破坏更是会被放大百倍 凡人吞筋会死 那是因为筋无法消化 而且太沉重 可以压穿未尝 如果不是林明现在对鸿蒙天道的理解 达到了极高的程度 他断然不敢吸收半点鸿蒙之气 在林明的意念下 他小心翼翼的把一丝鸿蒙之气 引入自己身体 鸿蒙之气入体的一瞬间 林明就感觉自己的血管经脉 被直接压碎了 血肉之躯 怎么可能承受得住鸿蒙之气的重量 鸿蒙之气在林明的经脉中 每流动一寸 就压碎一寸的血肉 林明肉身崩碎 鲜血之流 可却根本不为所动 仿佛崩碎的肉身 根本就不是他的一般 他不顾全身的剧痛 全身心的运转鸿蒙法则 炼化鸿蒙之气 直到林明体内能量消耗太多 他才会稍稍缓一缓 恢复一些体力后 继续未完成的炼化 一点一点 一丝一丝 这个过程极为缓慢 可每炼化一分 林明的压力就会减轻一分 这样炼化的就会越来越快 功夫不负有心人 过了足足十几天的时间 林明终于彻底炼化了第一缕鸿蒙之气 鸿蒙之气啊 宇宙三大本源气息之一 如今林明终于拥有了 这一刻林明心中无比激动 从今天开始 他的鸿蒙空间中 不再只是充斥着鸿蒙之气的雏形 而是拥有真真正正的鸿蒙之气 有鸿蒙之气的鸿蒙空间 和没有鸿蒙之气的鸿蒙空间 那有云泥之别 林明精通鸿蒙法则 在鸿蒙之气浓郁的空间中都要承受极大的压力 如果换作对手 这效果可想而知 他们一旦进入鸿蒙空间 就进入了属于林明的绝对领域 对抗压力之下 他们的战斗力根本就发挥不了 林明压下心中狂喜的心情 让自己消耗的真元慢慢恢复一些之后 就开始吸收第二缕鸿蒙之气 每一缕鸿蒙之气的炼化 都要经过不知道多少努力 承受多少痛苦 需要多少耐心 多少毅力 林明仿佛就着魔了一般 不知疲惫的炼化 时间对他而言完全失去了意义 林明不记得时间 他只记得炼化了多少缕鸿蒙之气 在这混元中内 承受巨大压力的痛苦 也被他慢慢忘记了 或者说他已经习惯了 甚至享受鸿蒙之气带来的重压 每一缕鸿蒙之气 林明都会将其压制到最低的含量 但许多缕累积起来 这也相当可观呢 三年了 在混元殿之外 两个混元天尊的弟子和龙尊 把时间记得清清楚楚 在林明真正进入混元殿一年之后 每多家一天 他们都会欣喜一分 到现在已经整整三年 师尊的传承 好机有人啊 一个呼一老者感慨 不禁热泪盈眶 他们因为身体原因 只能待在万古魔坑中 无法出去 没想到他们混元一脉 如今有传承 重献天日的这一天 林明在混元殿中 一口气呆了三年 这是龙尊最初完全没有想到的 事实上 混元天尊流泻的考验 本意就是让武者 在承受鸿蒙之气的重压下 修炼混元武艺 感悟鸿蒙天道 开启混元之门 而修炼速度 要看武者本身的悟性 原本黑龙和两个老者都认为 能承受下混元天尊的考验 可能只要两年的时间 就差不多能开启混元之门了 可现在 林明已经用了三年 会耽误这么长时间 不是因为林明不行 是因为林明在炼化鸿蒙之气 他用了一年零三个月 吸收了三十缕鸿蒙之气 现在林明身处混元中内 已经进入佳境 他完全不觉得鸿蒙之气的重压 压在自己身上是一种苦 反而因为体内注入鸿蒙之气 他感觉全身有用不完的力量 终于林明吸收的鸿蒙之气 达到了身体极限 在林明的调息下 体内的三十缕鸿蒙之气 汇成一股洪流 再次冲击他的精神之海中的 生死玄关 早已经贯通的生死玄关 被这股洪流冲击变得更加开阔 林明身体猛的一震 全身骨节暴响 一股难以形容的巨大力量 从他体内爆发出来 如同一条真龙在复苏 这股力量肆意的冲出 冲在混元中上 就听 一声长鸣 混元中被敲响了 悠扬的钟声 回荡在混元殿之间 混元殿所在的独立世界 根本不能阻挡着终生的传递 他一直传到了万古魔坑 如同从虚无远古传来的悠悠大道之音 滑破神须 响彻小汗 这一刻 甚至连万古魔坑外 圣魔大陆的诸多舞者们 都听到了这回荡在天地间的终声 血沙园的十二通天塔 所有塔主历练天才 同时听到这个声音 这突然响起的钟声震聋发聩 并成天道意志 让人灵魂站立 是远主 因为吉星塔塔主的通知 十二通天塔的塔主 早已经知道 血沙园远主临鸣归来的消息 远主在做什么呀 这钟声来自于地下 好像是万古魔坑 万古魔坑 难道远主进万古魔坑了 对圣魔大陆的舞者来说 万古魔坑那就是个绝对的生命禁区 当年圣魔大陆第一人进万古魔坑 也是个有去无回 更何况 现在还是万古魔坑的喷发起 血沙园诸多塔主 都觉得心神震撼 称惶称空 而在血沙园外 人们听到血沙园中传来的悠扬钟声 完全不明所以 方圆百万里千万里的区域 一起听到这钟声 这已经不是人力能及的手段了 这到底是什么声音呢 难道会是传说中神谕传来的声音吗 在这些声音的洗礼下 所有人灵魂设伏 心生敬畏 一些凡人以为是神明降临 而顶礼膜拜 也只有飞云神国的魏将军 心中隐隐产生了一些联想 数年前 他们送了一个神秘的青年 进入血沙园 那个青年以一己之力 瞬间击溃十几个神海后期高手 组成的大阵 而那些神海后期高手 每一个都有轻松击败 他们飞云国神皇的能力 这钟声多半和那青年有关 钟声足足回响了一刻钟 才渐渐散去 林明站在混元殿中 在他面前 混元之门猛烈的震盏了起来 呼喽啰啰啰啰啰啰 混元之门震动的越来越距离 大量的尘土灰尘被震落 这道门终于完全开启 在混元之门开启的一刹那 一股难以形容的鸿蒙大道气息 扑面而来 洗礼着林明的身体 在这股大道气息的洗礼下 林明就感觉如同醍醐灌顶 他全身的力量都因此而凝聚起来 疯狂的拓展着他的体内世界 那一刻林明就感觉自己身体仿佛破茧成蝶 发生着不可思议的变化 他知道如果真的能彻彻底底完成这种变化 就是他从神海向神变蜕变的过程 神变期的关键就在这个变子上 无论是灵驱啊 还是体内世界都会在迈入这一个境界的时候 彻底蜕变 然而现在林明的积累终究还差了些 他只是半只脚踏入神变期 还差最后半步 他定下心神看向混元门 在混元门内封印了一个方圆石杖的独立空间 古老的石殿全部由亘古神石铺成 在这大殿正中有一尊王座 王座之上端坐着一幅人的海骨 这幅海骨骨架宽大 他生前必是身高伟岸之人 海骨经营剔透 表面铭刻了无数道文 很多舞者的骨肉中也有道文 可是跟眼前这幅海骨中的道文一比 那简直就粗陋不堪 这具海骨散发着如浩瀚汪洋一般的气息 刚才林明打开混元之门一瞬间迎接的鸿蒙之气的洗礼 就是从这骸骨身上发出来的 站在这骸骨面前 自己全身气血之力都隐隐与之共鸣 内脏震动 血液沸腾 似乎要从体内喷泊而出一般 这是混元天尊的尸骨吗 光是尸骨就有如此庞大的气息 而且能够牵动林明体内的气血之力 大概也只有混元天尊能够具有 可是转眼一想林明又觉得不可思议 混元天尊的血肉呢 为何只见骸骨不见血肉啊 若是一般巨猿体系的大能 死后肉身腐朽只剩骸骨 林明不觉得奇怪 可混元天尊早已经开启道工九星 肉身淬炼的不可思议的程度了 想当年混元天尊地心理体 依旧能跳动十万年不息啊 不是十万年不腐烂 而是保持浩瀚如同海洋一般的气血之力 跳动整整十万年 何等可怕呀 在林明印象中 混元天尊就算战死 他也应该尸骨不朽 直到数亿年后 混元天尊体内的力量完全流逝干净 他的肉身才有可能腐朽 骨骼才能碎裂 这 这真是混元天尊的遗功 林明站在王座前 感受着海骨上传来的威压 又看了混元天尊骨骼上的道文 确实只有天尊才能在骨骼上 闻刻如此繁杂的道文 而这股浩瀚如汪洋的气息 同时蕴含鸿蒙天道之力 也让林明觉得除开混元天尊之外 没有第二人选 重重的遗团 用上林明的心头 难道混元天尊没死 这其中另有玄机 又或者当年混元天尊的敌人 实在太过强大 一道诅咒神术 让混元天尊的肉身 都因为诅咒而腐朽了 林明心中闪过种种念头 依旧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他看向王座上的骸骨 可以肯定的是 无论这骸骨生前是谁 他都是个绝顶人物 林明对着骸骨深深一拜 一拜后 林明开始打量这方石室 石室中除了这骸骨之外 就只有一个石桌 石桌上摆了一块 一尺剑方的玉台 玉台上放着一个锦盒 让林明暗暗扎舌的是 这玉台基座的材料 竟然是九阳玉 虽然只有一尺剑方 可这么大块九阳玉 这价值不可想象 现在好 只是用来做这锦盒的基座 那锦盒之中会有什么呀 难道 林明心中闪过一个念头 呼吸微微急促 这锦盒中气血冲天 隐隐牵动林明全身的血脉 他深吸一口气 打开了锦盒 在这锦盒中 只有两件物品 一枚黑色的圆珠 还有一枚骨灼的指环 这黑色圆珠 有婴儿拳头大小 材质似玉非玉 似时非时 表面闻了许多繁杂的魔纹 在圆珠中 林明分明感受到了一股浩大的气血之力 仿佛他是活的 是魔珠 林明心中闪过这个念头 然而他却不能肯定 就在这时 一道充满威严的声音 响彻在大殿间 此珠 是鸿蒙灵珠 吸收一年 气血所获 品极远在无上神药之上 而真正的鸿蒙灵珠 已经被圣族夺走了 突如其来的声音 让林明心中一礼 难道 这是混元天尊的声音 他立刻探出感知 想要找寻可能存在的混元天尊的分魂 然而却未能找到 林明顿时意识到 这突然响起的声音 大概只是混元天尊当年用阵法记录下来的声音 混元天尊的魂魄并不在这 可惜啊 林明终究未能一度混元天尊的风采 自林明进入望谷魔坑后 他都未曾找到混元天尊留下的分魂 甚至连肉身都没找到 他只是见到了混元天尊的遗骨 还有一颗混元之心 原来魔珠的名字是鸿蒙灵珠 或许与魔方并列的三尽天地至宝 本来就没有名字 只是不同人给了他们不同的名字 没想到啊 魔珠还是被圣族夺走了 也是 圣族当年不知付出多少代价 才发动这一战 而且为此 他们还可能有不止一个天尊级高手陨落 若是未能夺走魔珠 他们岂能善罢干休 林明料想 混元天尊在天眼星不屑的结界 就算再厉害 也封不住圣族 一个比人类更加强大的可怕种族 拥有无穷无尽的强者 有着几十亿年 甚至几百亿年的底蕴 这样的种族 如果不惜一切代价 去做一件事 那就很难阻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